大家好,我是小鲍 当谈到海地时以下是一些重点内容 地点和人口 海地位于加勒比海大岛的西部 占地面积约为2.7万平方英里 根据2021年的估计 海地的人口约为1122万人 首都 海地的首都是太子港 位于海地西南部 太子港是海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也是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 经济 海地是加勒比地区最贫困的国家之一 农业是海地经济的主要部门 主要种植农作物 包括咖啡、柑橘类水果、香蕉和糖 然而海地经济面临许多挑战 包括贫困高失业率和不稳定的政治环境 文化 海地有着独特而丰富的文化遗产 混合了法国殖民统治和非洲文化传统 音乐在海地文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海地的爵士音乐和雷鬼音乐备受世界认可 海地文化还包括传统的舞蹈手工艺品和美食 种族和语言 海地的人口由不同的种族组成 主要包括非洲裔黑人和混血种族 海地的官方语言是法语和海地克里奥尔语 后者是海地的普通语言 许多人口使用它进行日常交流 历史 海地是加勒比地区第一个独立国家 于1804年从法国殖民统治下获得独立 海地的历史充满了斗争和挑战 包括殖民统治奴隶制度和政治不稳定 海地还经历了地震巨风和其他自然灾害的破坏 名人 海地出生的一些知名人物 包括独立运动领袖图桑卢维图尔 作家丽莎德尔芬曼松和艺术家普列瓦尔普雷 这些人在各自领域的工作为 海地和世界做出了重要贡献 影片最后还请大家点赞订阅追踪和分享 点击频道里面还有别的解说带你认识全世界 谢谢大家